大埔仲瓦西路 大埔仲瓦西路这个地方 理应有一个过千伙的公营博物项目 但因为政府部门车轮战色地回应地区的提问 导致在地区之讯谈了N字都谈不完 去到时至今日都还未可以动工 现在我们就和大家来到案发现场 这个项目是属于 富蝶村公营博物发展计划的第三期 看回同村第一期斑蝶楼 其实已经入了火 而第二期有八栋楼 亦都预计会在明年就落成 但后面的第三期单栋楼项目 本来预计就在2018年会动工 2024年就落成 但到现在都仍是毫无动静 仍在曬太阳 不要说动工 这个项目现在还处于地区咨询阶段 政府还未定最终发展方案 其实土地改划程序明明一早搞定 在2014年、2016年、2018年和2021年 和大埔区议会进行过四次地区咨询 而区议会早在2014年已经说了所有疑似出来 例如交通滞塞、车位不足、区内学生人数不够支持起新学校等 而不同的部门在地区咨询过程中都缺乏协调 下区的官员只会按自己的部门职责 分开这样解答区议员的问题 而且部门听完意见 回去也是改得过一点点 但每改一转就要用两三年那么久 整件事就拖了七年了 现在最新的预计落成日期 已经至少退到2030年 即是说建一栋楼要16年以上 怎样才可以解决问题 我们认为政府应该为每一个项目 都委任一个专责项目经理 确保政府和区议会之间有效沟通 以专业判断、适当采立意见、理讯咨询过程 尽快推展项目至下一阶段 维冲这里有三个公屋项目 因为将分区计划大光图 受到一个私人发展项目的影响 令到核准草图的法定程序完成不了 可以说是无辜受到牵连 发展被迫凍建 即是躺着也中枪 这三个项目分别位于 大窩厚道、新葵街 和葵安工厂大厦重建项目 其中 大窩厚道和新葵街项目 都已经启动了土地改革程序 但多年过去依然迁不住 而葵安工厂大厦重建项目 是房委会四个技术上 可以重建造工营房屋的工厂大厦之一 但其余三栋工厂大厦 预计明年就可以动工 2030年就可以落成 唯独葵安还未有发展时间表 几个项目的发展凍结 是因为同一张葵冲分区计划大光图中 有发展商就着城区会对区内一个重建发展项目的决定 提出司法覆核 导致分区计划大光草图上的所有修订建议都无法被核准 包括这三个公屋项目的土地改革修订 真是城门失火 央及池宇 虽然问题现在处于一个胶着的状态 但都还有一丝曝光 发展局就在今年3月 在立法会提出建议 探讨在城市科学条例里加入相关条文 容许可以局部核准草图 令到分区计划大光草图上的无辜用地 可以尽快推展获得核准之后的发展计划 换言之 不用等将草图上其他有争议的项目解决 就可以进行发展 我们很欢迎相关建议 亦都希望同样的延伍情况 不会在未来再次发生 最后我们来到屯门新庆路 这里有个公屋选址 里面包住了两个私楼项目 公、私营两边都想争地盘 但分分钟两头不到岸 在现场所见 里面都是一些农村和棕地 现时都未有任何发展 其实到目前为止 这个项目的发展 可以粗略地分为三个阶段 在2014年的第一阶段 在地盘范围里的公屋和私楼 都在差不多的时间里启动了 公屋项目当时预计会在2018年开始动工 在2023、2014年就会落成 如果两个在公屋地盘范围里 拿着地皮的私人发展商 他们都分别获得了规划许可 可以进行发展 而在2016年 项目的发展进入第二阶段 政府宣布将项目分为两期发展 因此需要重新进行可行性研究 预计动工和落成日期 一下子分别拖辞至2023、2014和2031、2032年度 其后 两个发展商分别提出规划申请 想大幅度增加发展密度 但同样未成规会否决 去到2020年 项目就进入了第三阶段 发展商就质疑公屋项目 迟迟都未完成可行性研究 认为成规会的否决是有欠公平 所以就提出了司法复合失请 去到2021年 可行性研究就终于完成了 并且决定会合并在新兴路和康宝路的公屋地盘 整个项目会分为三个部分发展 预计落成日期会介乎2030至2033年 而刚才提到的司法复合申请就被驳回 政府和发展商之间的争端 未必可以就这样圆满解决 不排除会出现变数 我们会继续监测情况的发展 希望未来的房屋供应可以尽快落实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